明天央视新闻频道将推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 今日中国吉林篇 哪些吉林元素闪耀平平 对症下药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路上吉林实感显担当 透过数据来看奉向如何成真 一批批一茬茬 点亮贫困群众希望之路的扶贫工作者 是怎样用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扶上马宋一城脱贫攻坚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或审放出哪些使招 为乡村人才报价护航 树立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欢迎收看吉利卫视晚间新闻节目 今晚我是林爽 今天是2021年5月17号星期一 欢迎您再收看节目的同时 早瞄屏幕上那尔维码 在今晚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与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特别报道 信仰的光芒 奋斗的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连日来全国各立党员干部群众 以多种形式庆祝党的生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 全国省区市广播电视机构 推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 今日中国 18号也就是明天 将推出吉林片 百年齐飘光辉路 全面振兴再启程 此次直播分为红色记忆 使命担当 创新发展 绿色生态 追逐梦想五大板块 全程约两个小时 全境展示党的18打以来 吉林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新作为 新突破 新成效 此次直播将在 一汽红旗工厂 中车常客公司 吉林市四季越野滑雪场 以及梨树 长白山 浑春等地 设置六个直播点位 吉林广播电视台 派出近百人的直播团队 参与其中五场直播 目前各直播点 均已完成前期画面拍摄 直播设备安装调试 和直播前演练等工作 准备就绪 在本次直播当中 有关吉林脱贫攻坚的内容 占据相当分量 的确 民意老指 契克小康 在2500年前的诗经里 我们的祖先就用这样的诗句 表达了对 丰衣族时的向往 然而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景 中国人民却苦苦追寻了数千年 令人倍感振奋的是 今年2月25号 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努力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自脱贫攻坚战 打抢以来 吉林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向贫困宣战 接下来我们以数字为据 来看我省交出了 怎样的脱贫成绩单 从2012年底至今 吉林省累计减少191万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从13.4%降至0 15个贫困县全部摘茂 148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贫困人口家庭人均纯收入 年均增长23.4%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老乡们的笑脸 就是吉林大地上脱贫攻坚 最生动的缩影 镇抓实干暖民心 因地质疑赴民生 齐心携手奔小康 13万多结队帮扶和住村干部 奋战在一线 研究出20多种特色产业扶贫模式 哪怕贫有板样困有千种 都被吉林人的精准扶贫方略 一一化解 今年吉林还要从1489个脱贫村中 选择300个 创建3A级标准示范村 让白山松水间 持续激发蓬勃力量 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开启新征程 带迎脱贫攻坚战 根本目的是让困难群众 过上好日子 熟悉的日子打哪来 回望来时路 脱贫群众的心声 是最有力的说明 我是高家沃沃村 评论库 我脱贫了 现在我给你们介绍 就我家的小院 这个小别墅 乡村小别墅 这个啥多好啊 乡村里游到这个 村里人都不要起了新门 叫包心老地儿 现在的生活舒服得劲 一天乐喝忙到的 为了好好享受生活的 多活几天 多挣点钱 我是云医村 余红膜 我脱贫了 给大家看看我家的蜂蜜 纯天然的 都结晶了现在 全收入能卖到四万多的费 特别的开心 接下来我给你们看上我最骄傲的事 这个是咱们自己选我的是脱贫先锋 今天是脱贫公典奖 领奖的时候是特别的高兴 这不是奖金多少的事 是我自己的荣誉的事 我能得到最确 我感觉是国家对于我的肯定 我是余瑞市公鹏 这公鹏村的高兴河 我现在脱贫了 现在这个政策确实好 我现在过得挺有笨头 看到没有 我现在也能开产车做没了 这是我们公鹏村的一个 脱贫笑脸墙 这些个都是贫困库 看到没有都脱贫了 这都是笑脸的现在都是 此时此刻 他们的笑容就是最美的语言 脱贫公典路上只有精准扶贫 才能有效脱贫 这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 现已77岁高龄 可是一年当中 他得有280多天奔走于祖国各地 推广传授食用菌种植技术 截至目前 李玉团队已经帮扶800多个村 35000多贫困户彻底脱贫 为此李玉被授予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成为10位入选者中 唯一的吉林面孔 2020年4月20号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省 榨水县脱贫攻坚工作时 用小木耳大产业 点赞了该县小岭镇金米村 木耳种植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李玉团队 千里迢迢异地科技扶贫的成果 多年来 李玉每年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 奔走于全国各地 推广传授食用菌种植技术 探索出以科技专家 加示范基地 加农业技术园 加科技示范户 加辐射带动农户的 食用菌五味一体 科技扶贫新模式 实现推广应用60多亿代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00多亿元 全国约95%的贫困线 将食用菌产业作为脱贫首选 李玉订阅坦队 这一块我们是 为全县木耳产业 做技术方面支撑 而我们全县的木耳产业 就是我们的福利产业 我们这个福利产业 发展起来以后 就是带动我们全县 屏幕铺脱贫 我们在这个脱贫 这个过程中 有60%以上的屏幕铺 都捆绑在 我们这个木耳产业上 43年前 李玉作为吉林农业大学 与中国科学院 联合招说的 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在著名军物学家 周宗黄的指引下 开始探索食用菌研究领域 当时 我国食用菌年产量 仅5.7万吨 今天 这个数字增长了700倍以上 约占世界总产量的八成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食用菌大国 身为我国食用菌领域 唯一的院士 李玉还有更大的心愿 我们很希望下一步 在脱贫之后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中 我们食用菌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乡村振兴中 我相信食用菌行业 是迈向现代化 一个重要的蜘蛛产业 八年脱贫攻坚 扶贫工作者 一批又一批 一茬又一茬 但是每一位都如同一盏明灯 点亮了贫困群众的希望之路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我省选派1489名 驻村第一书记 他们从城市到乡村 作为脱贫攻坚战中的尖刀力量 来到深度贫困地区 经历奉献苦干实干 他们同贫困群众 想在一起 过在一起 干在一起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党员 娇和市飘和镇青北村第一书记曾丽媛 也是吉林省驻村第一书记协会的会长 我们省成立这个第一书记协会是要干啥 用老百姓的话讲 我们要卖货 用我们第一书记的话来讲 我们要代言 用我们这些党员官们的报复来讲 我们要拉动吉林农业产业发展 助力吉林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脱贫后 松原市长领县永胜村建了一个感恩群 把脱贫户和他们的住村书记都拉进了群 我的心永远是跟咱们永胜村的 每一位村民是贴到一起 家里边有大事小情 在群里边告诉我一声 全力 我们进这个感恩群 那大伙不应该赶我 应该赶的是党啊 没有党 咱也不能这么快 脱贫背起好生活 在这个小康户上 咱还是以不落以户不落以户的角度 继续以四个不在的政策 对两个给一些支持 好日子在后边的 美河口市山城镇保兴村 驻村第一书记耿士军 用三年时间 十一个省级贫困村实现了三连票 成为全国文明村 他本想用一篇文字沉淀过往 却发现字里行间都是舍不得和放不下 回望奋战在保兴村脱贫攻坚路上的 一千多个日夜 仿佛就在昨天 脑海中都是乡亲们的笑脸 春天的泥土味 夏天的鸟叫声 秋天的金黄色 冬天的饺子香 已成为我生活的全部 这片土地所赋予我的 远远大于我的付出 我舍不得更放不下每一双 带着期盼的眼睛 所以我决定 与贫困告别不是终点 而是新的起点 我愿留在这片沃土 在乡村振兴的新增城上 继续奋斗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关系到国家发展社会稳定 脱贫质量怎么样 小康城色如何 很大程度上要看三农工作成效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 对白脱贫困的县 从脱贫之日起设立五年过渡期 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近两天 中国中央办公厅又印发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 住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明确健全常态化住村工作机制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智慧农业需要人 集约发展需要人 乡村旅游需要人 而在广大农村就蕴藏着 大量的甜秀菜 土专家和乡创客 如何让他们在现代农业建设中 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日前我省印发 关于激发人才活力 支持人才服务 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的通知 通过给票子 发帽子 架梯子等一系列使招 让乡村人才有面子 有作为 政策措施包括 加快培育打造农业农村 一产经营 及二三产业人才 留住用好 乡村公共服务和治理人才 大力引进培养 农业农村科技人才 建立健全 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 四个方面 共二十二条具体措施 措施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打造农业十大产业集群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聚焦加快培养 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 乡村公共服务人才 乡村治理人才 乡村科技人才 五大类人才 着力加达政策的决策力度 政策措施 突破性比较大 含金量比较高 操作性比较强 涵盖了引进 培育 流入和用好 乡村人才的各个方面 预计将新增投入 近两亿元 重点对服务基层一线 在基层一线 征抓实干 苦干能干的 乡村人才 给予奖补 同时 要求各地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细化落实措施 确保措施每一条 都能不折不扣的 落实到位 目的就是要通过 这些务实管用的 落实措施 最终让人才在乡村 安身 安心 安业 让好的政策 真正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 政策保障和支撑 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叮嘱全党同志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 言必行 行必果 对人民的承诺 说到就要做到 我省牢记总书记 阴阴嘱托 把脱贫攻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和最大民生工程 扛则在间 尽锐出展 无数党员干部 披荆斩棘 甘于奉献 用信仰之光 照亮奋斗之路 脱贫斋贸 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变 我们用接续奋斗的力量 向着美好生活 再出发 放眼吉林大帝 为了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为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为了乡村振兴 更加有力 如今的吉林 正在争当 现代农业排头兵的道路上 不断奋进 县礼建党百年 明天上午的十点 监制中国吉林片 将通过央视新闻频道 央视新闻客户端 吉林卫视 及时通APP同步直播 期待您的关注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今晚有您的陪伴和收看 朋友们晚安